阿扎屎 歡迎來到阿扎屎的頻道 我推的孩子完結的 對於結局的表現 各種噴馬似乎還沒有高一個段落 從網路的討論 可以感受到評價幾乎是導向差頻 虎頭蛇尾作者不負責 剛好就在兩年前的11月 灰夜機想讓人告白 漫畫正式完結 走過七年年載時間 作者赤板名在X上八文表示 今後將會從漫畫家的身分隱退 而專注在劇情寫作上 也就是改以原作家的身分持續創作 而我推的孩子是在2020年開始連載 當時的赤板一邊畫灰夜機 另一邊寫我推 是同步進行雙連載 而灰夜機的完結 讓赤板應該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好好專注在我推的故事 但我推的結局 與其說他收的平淡 應該說收的餐廚又草帥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真正的原因 只有作者跟編輯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看看赤板的寫作脈絡 下一部赤板名的續作 是否值得看下去 可以自行去判斷 新野愛這個角色的背景塑造 在動畫手機上架後 成為打破圈內的年度話題人物 然而這就是這部作品的高光 開局就是巔峰 這份商業化的成功 是動畫工坊的主要功勞 單單就新野愛的個人故事來說 該有的都有了 也讓他收的夠淒美 往往悲劇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更何況是一個偶像兼具母親 在緩年中尋求何謂真正的愛 有的人覺得老梗懶情 但情感渲染的夠好 梗再粗 照樣有人啃 市場給出的反應 就是最大的肯定 這也是商業鬼才翅膀 他個人最大的強項 就是在短篇故事的鋪陳 對於劇情高潮轉折的掌握 處處設想觀眾猜不到的結果 短篇的優秀表現 卻也凸顯最大的問題所在 因為現在負責的劇情 是一個長篇的故事 新野愛結束後 由阿奎亞察覺不單純的事件 並點燃復仇劇的開始 真正的兇手或許就是演藝圈的高層 為了揪出範能 阿奎亞必須進入這個圈子 踏入的同時 也漸漸揭開演藝圈的黑暗面 這應該是劇情主軸的走向 其實我覺得 劇情到舞台劇之前都沒有什麼問題 在金日田的拍攝線上 阿奎亞的即興演出 雖然有點想讓人吐槽 不過這都是強調演出需要 起碼都說的過去 而戀愛真人實境秀 就是為了讓黑川芊登場 透過他還原新野愛 而籌備誕生的工具人 當主線進度卡住時 大偵探黑川芊 永遠都有辦法發現真相的秘密 舞台劇篇的問題在於演戲本身 漫畫寫了很多角色新進的轉變 像是尤馬怎麼從配合的個性 轉回帳範主角的光芒 當代天才演員之一的黑川芊 要怎麼詮釋翹雞的角色 不過最尷尬的點 你正在看的就是一個被創作出來的漫畫 真人戲劇可以感受到 演員明顯的前後變化 但畫想要表現出演出差異 真的太困難了 所以即便文字劇情一直告訴我 現在誰誰誰怎麼樣 然後星星也冒出來 象徵找回該有的颱風 我個人是很難入戲的 因為今天談到演出技巧的轉變 應該是用看的去看出來 而不是替你解釋一大堆 但這些問題也反到動畫上 動畫在愛輪迴就有表現出那種 燃燒一切只求極致上放 重啟人生的開始 論演出愛輪迴我認為真的做得很棒 而其他人的話 真的就是在看劇情怎麼講 而不是怎麼演 舞台劇結束後 進入到露比的黑畫篇 從這裡到結局 問題就開始一個接著一個產生 後面的劇情我自己簡單這樣分類 露比黑畫篇 油麻醜聞篇 電影篇 結局 以這四個階段來說 獨自分成四個短片 也許有點瑕疵 但問題都不大 可是當你把他們通通合在一起 那個劇情演變就逐漸抹 翅膀他在協作有一個問題 就是引用數據來掩蓋說教 這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談到B小婷的YouTube頻道 一定要跟你解釋訂閱數的意義 身在底層跟高層的最大差異 談到VTuber的時候 一定要說這個新興產業的產值表現 現在人的生活型態狀變 到了電影篇 一定要跟你解釋 製作經費的上中下游 統合成製作委員會 這些錢最後哪些人都想分杯跟等等 這些東西確實有他的知識點在內 我只是舉出其中幾點 其實還有很多 在揮葉機的時候 通常是包裝成書記在解說遊戲規則 在我推內 這些看起來好像很重要的產業資訊 就我看起來就是習慣寫小說的人 塞滿了字數 卻沒有想到漫畫該怎麼呈現 嗯 這個劇本家改編原作的問題 他不是自己在舞台劇片寫過嗎 大廠東的死亡筆記本包漫王 物件的獵人 這幾個作品在解釋的時候 那個字數真的特多 不過他們都有很嚴謹的架構 而且絕對不會是為了說而說 背景的資訊都有其必要性 在我推裡面 製作人好像說著很重要的事 但你懶得看跳過也沒有影響 演藝圈的商業知識 在這裡的表現比較是一種bonus tip 就是附加的建議 你想要說這部不就是單純的復仇劇嗎 誰會去理解這種東西啊 是啊 既然它是單純的復仇劇 那硬是寫這個東西進來不是更奇怪嗎 所以每當畫面又出現這些產業說明師 我都想說 是不是翅膀寫了一篇文 然後就丟個橫槍字形想像畫出來 搞不好對橫槍來說畫兄妹的同仁 肯定比我推廉再還有趣 後面烏鴉神閱讀的出現 是我認為整部劇情裡最無用的角色 他就是來當迷語人 每次講話都好像天機不可迷言 有講等於沒講 不過專模作樣倒是一絕 如果現實中有人講話可以像他一樣 應該試著去參加九面的零人挑戰 這個角色有給出什麼有用的線索嗎 或是幫進度有重要的推進嗎 又或是沒有他不行嗎 雖然是他跟露比說醫生遇害的疑點 不過這個根本就可以用別人來代替 例如羽工無人身旁的護理師 只要這個角色還存在 就可以用他代替閱讀的視角 由護理師看見那晚有可疑人士出摸在醫院 在這之後羽工醫生就消失了 身為原本醫生搭檔的護理師 自然了解這個醫生的個性跟習性 絕對不會輕易消失 更何況當時正準備要幫自己的推協助生產 前一晚突然消失絕對說不通 而這份疑惑讓護理師存疑至今 甚至著手進行後續的調查 你看看這樣聽我說完 是不是覺得護理師這個角色的可玩性 應該都大過於天降壓省吧 而且邏輯都說得通 也能增加懸疑的要素 那天的真相更是萌上一層面紗 而以此為基礎上 配合黑川芊的通靈能力 要提早鋪陳神木官的威脅度 絕對綽綽有餘 但是這個角色卻被翅膀給忽略掉 第二季回到醫院時 翅膀讓AQUIA詢問羽工醫生的狀況 得到的結果還是突然失訊 然後感嘆過了十幾年 醫院人士調動 以及沒有認識的同事 你好歹生前是醫生吧 就算有人離職 也還是有辦法查得出來吧 像是查詢醫護的職業工會 動用AQUIA的美色或是人脈 想辦法調出公會會員資訊 他一定知道前同事的本名吧 搞不好就能查到前同事的聯絡資訊 然後經過聯絡 就發現前同事的目前認知 於其他地方等等之類的 一個護理師的配角 只要稍微花點心思完善它 絕對又夠擬稱好幾回的劇情 可惜次版的架構 就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它或許有一個開頭到結尾的路線 但中間的路途要怎麼走 卻沒有選定的交通工具 今天想要騎車就騎車 突然想要繞到旁邊走小路 走完回來再開車上高速公路 結果塞車塞到爆 中途被迫下交流道 最後轉搭新幹線直達終點站 但搭的是哪班車沒人知道 好的 我大概講完了從開頭到結局的節奏流程 應該沒有人像我講的這麼簡短吧 至於我沒提到的結局表現 大家有聽過黃明芝跟王力宏的 《飄向北方》嗎? 我以這首歌詞集體 請AI幫我寫的一首歌 雖然旋律完全不一樣 但短短的幾句話 是我對結局想說的話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假想 用馬甲來的巴掌 擋不住憂傷 我飄向北方 是吧還是那樣 下不倫才是他 當少數不可當 是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